據我瞭解就是丁守中當時 他很堅強是個男子漢 輸了三千票 其實你一定很幹 很歐 他沒哭 可是阿伯說驗票 聽說丁守中 丁守中哭了 開玩笑說這個講人笑話 簡單講就是丁守中當然該驗 因為他只有差三千票 最後驗還是輸了 可是他盡本分了 為自己負責 那再回到阿伯這個 其實我跟你講 我講的其實在你節目講的內幕 給你聽 十二月一號我做了一個民調 我淫無配議兩趴 然後那個時候的政黨支持度 那個時候臺北市 我們我們贏民進黨差不多七八趴 可是凱旋院因為沒有處理 他們打得太兇 你知道來回差多少趴嗎 倒數五六趴 差十幾趴 所以那選前議題真的發酵了 完全 完全發酵 所以你也要那個嗎 也要學客管哲嗎 也不是 我只是說選舉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兩個 最後我們兩個事情 沒處理好 第一個就是我們沒有把凱旋院 處理好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麼 我跟你講 我們 他的票 我們一直做民調都十八十九 台北市 我說阿伯 對 開了二十五六 為什麼多那麼多你知道嗎 因為最後一場把人嚇壞了 十幾萬人進那個 開到 大家都懸崩了 然後秦惠叔跟我聊天 他是副主委的 幫我遊街幹嘛 你知道投票前一天 台北市的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 跟民進黨比輸二 最後勉強拉平 最後平手三十八比三十八 我講一些內幕讓大家瞭解一下 然後國民黨 那有些老先生才問秦惠珠 有些也問我 問我什麼 我們要投柯文哲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今天照理 因為藍白是流動的 然後藍綠是沒有流動的 綠白也沒有任何關係 大家這是基本的常識 所以最後人太多嚇壞一些人 當然我們國民黃旅錦爐什麼也很用力 把傳統力量什麼都吹下去 可最多只能打平手 對 這個去怎麼樣也贏白十八吧 我們講傳統實力藍白 就簡單講整個操作 整個選舉的節奏跟最後那一刻 臺北市影響最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認為臺北市 他不會超過二十 為什麼開了二十五 為什麼多了五 就是十幾萬人在警服門 把人家嚇壞了 透過螢光幕這樣放售 所以當然 反正 可是阿伯說他被棄保 沒有啦 我們有一點被棄保 臺北市 對 你們覺得你們被棄保 阿伯也覺得他被棄保 我們覺得掉了好幾趴的票 到底誰棄誰 我們挺生氣的 我跟你講 我們是有一點被棄 然後那我藍白的票 跟賴清德是完全沒有關係 他就是繼續挺進 搞到三十八 對 這個像人對的話 他就搞三十八 臺北市 人不對的話 陳時中就搞三十二 選市長 選舉是人比人氣死人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回來 所以我認為 我要幫選務人員講個話 二十四萬選務人員 他們是冒著 他們出皮肉是判刑法 人家選罷法都很重 你知道誰敢去作弊 我認為不敢 所以我覺得黃珊珊 應該對選務人員 有個基本的道歉 因為我是藍吧 他是白 我們面對的敵人都是綠 可是我願意在節目上 講一些公道話 他有我覺得打死他 沒有我們 我們不可以污蔑人家 二十四萬選務公正員 因為以後 沒有人要做選舉人員 選舉人辦都辦不出來 如果大家這樣搞的話 這樣公的話 這第二件事 第三 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在想什麼 你看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南投 跑出來那些話 小草 我們國民黨怕什麼 你們知道嗎 我們怕是推小草 我們國民黨的理想會掉多少 你們有沒有想過 還不是丟一百個小草 都俊男美女出來搞 我們就倒大美了 這是我們怕的地方 對 我們現在我覺得我們現在冷靜輸了 是輸了 可是我們要防範 這個這個服務雙制或不擔心 是 我們要防範白怎麼大 我們讓他小 怎麼幫助盧瀉院選總統 我們也要 國民黨也要一套機制 因為綠人派就是四十很清楚 你們兩個黨分六十 那我們要我們要四十一 怎麼弄 讓阿伯變十九 這是我們在想的事情 小平 因為你剛剛其實也講了 這個大白話 你覺得說在選前的這個凱旋院 等議題 通通都有影響 可是現在林濤說 從頭到尾會輸 就是因為一格黃珊珊 我再講個內幕給你聽 好不好 來 有三種可能性 兩種會談成 有四個要害 第一個要害 我先講民調 其實民進民眾黨也沒有 也沒有堅持成那樣 當然大家吵 是不是六趴三趴 其實那個時候用三趴的話 用六趴是我們五 他們一 我們那時候不要那樣 有一點盛氣凌人 那用三趴是不是三比三 聽說再一天 那我孤允其名 我問了民眾黨高層哪一個 我孤允其名 其實還有的談 第一個歷史的點 把它錯失掉 第二個 只給副總統 他本來答應了 有點被逼的 後來想想 被你們年輕人小草幹 算了翻臉了 因為副總統翻臉也沒什麼 對對對 那個時候 我們是做不了決定 給新政院長 給了新政院長早就藍白 和耐心者也落選了 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罵黃聖誕 只有鼓吹 那都是下游的工作 我講的是上游的工作 我先講 我覺得上游工作 談完再談下游 總之 這個都是歷史的教訓 輸就輸了 就讓來盡者當總統 接下來怎麼辦 那怎麼談 從頭再來吧 我覺得